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经过上诉法院的这个这个同意 然后才确定日期进行审理 所以他现在第一步就是你要提出申请 申请之后法官要进行裁决 卖咖啡进行裁决 那裁决之后才经过上诉法院 如果卖咖啡不同意的话 我没有看出他其他条款 如果卖咖啡不同意的话 可能川普还有一些其他办法 但现在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而上诉法院通常是三个法官 三个法官也得同意接受此案 才能够如何如何 这是佐治亚州的宪法所规定 那这种宪法条款给我感觉就是保护 在保护法官跟检察官 所以他要经过两个坎 这刚开始 那开始呢 他的直接造成的结果就是 推迟本案的一切 因为这就变成了直接造成了案中案 所以他在上诉的过程中 就是推迟的过程 对不对 那现在的威利斯很难持续 再去根据那个案子本身 再对川普如何 原定的时间是8月5号 但是现在出现案中案之后呢 这需要有法官确定 所以今天的主要的角色在麦卡菲身上 那我相信麦卡菲对自己的裁决 以及社会中对他的反应 他会非常关注 因为社会的反应太激烈了 那作为一个地区的 富尔顿县的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有可能就他的事处来讲 就是往上诉巡回法庭 那个法官的位置上走 所以他在这个行业了 他肯定就往这个行业上走 进入了法官行业 那谁都希望进入最高法院 对不对 进入不到最高法院 进入到巡回大法庭 那对于他的福利 他的条件 他的声望 那这个行业肯定就是这个 所以这就川普给予了麦卡菲巨大压力 这个整个这个背景环境 基本就是这么个环境 那里面在讲述的过程中呢 都是讲述了本案的本身的特点 这些都是一个过程 我跟朋友介绍这些过程 可能对很多朋友说 陶哥你老介绍美国新闻 我们从中去看法律 社会的公平民主 跟人性之间的关系 其实陶哥跟大家分析这些新闻 因为有很多朋友关心这样的新闻 在自媒体中 在中文的媒体中 也很少像陶哥这么去介绍 与美国相关与川普相关与大选相关的主题 但是现在呢 我看到很多在社交媒体当中 都转向美国大选 因为中国新闻没有了 真的 只要习近平不死 中国新闻真的没有什么 所以大家看到的新闻都是悲剧 对吧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 所以只有冲突的过程中 就是还有在时间上跟空间上 还有一种探讨的可能 人们才去寻求其中的故事 所以也希望朋友能理解就是 我们在谈得道德理念的时候 其实这是绝对的 因为在道德理念的问题上的伤害 给人类 会给每个人带成真正的伤害 那一件事情的胜负说明不了什么 一件事情的胜负的本身 代表着一种具体的人 在具体的环境中的 以及我们能够理解的程度 这里面就说上诉给川普推迟本案的机会 所以这是一个法律策略 那几乎呢 川普在相应都比较成功 然后引用了麦卡飞的裁决 我跟大家解释过 麦卡飞的裁决是最关键的 所以相信在上诉中 律师可以充分的利用麦卡飞的本身的裁决 来要求上诉 上诉法院必须同意受理此案 麦卡飞必须允许 如果同意决定此案的话 川普可能会要求在上诉期 暂停整个案子 那这个案子就会被推迟 几个月甚至更长 如果上诉法院不接受此案 川普呢还可以在审判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那就是另外一个回事 那我相信川普更期待 川普期待就是说 在案子本身之前 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说整个审判日期尚未确定 那我印象中没有 他不是审判日期 开庭日期是8月5号 那另外一个案子 这都是今天一个讨一个 一个讨一课的 这是同一个 另外一个案子呢 这个就是叫杰奇卡 杰奇卡这个案子就是 我们知道是这个 梅多斯的那个 梅多斯的办公室的那个女人 对不起 梅多斯办公室的那个女士 27岁是28岁 她在1月6号委员会上公开作证 她说川普去抢 抢那个司机的方案板 结果川普今天呢 就直接就发出推文了 说那对前白宫助理哈欣森 是否可以提出诽谤 其实是对他叫诽谤 川普如果对他提出诽谤的话 那他就陪到 那个女孩会陪到奶奶家 对不对 我们这我们看到这个诽谤罪的力量 呃 我们伟大特侵局完全粉碎了 哈欣森的造谣片局的一切 关于我要从野兽的后座上 粗暴去抢 这个方向盘的故事 那他现在改变他的证词了吗 他会因为他的所作所为 会被起诉吗 应该取消 这个1月6号委员会 他们几乎摧毁了一切 包括真实的证据跟发现 他们到底会发现什么 发现 难道发 是不是发生极其严重的罪罪名 罪责 所以这是川普正式提出了他的申诉 就提出了他申诉的可能 那这个申诉的可能 是在具体案件中完成的 所以当时哈欣森就是 这件事情就比较比较火爆 而且讲的比较的血淋淋的 那结果有四名特勤局 包括特勤局的副局长 是川普负责川普总统 个人安保的 所以都否认了哈欣森的说法 所以这就是 而这个东西呢 又被1月6号委员会收为证据 所以 状告哈欣森 就会必然带上1月6号委员会 那必然带上主持1月6号委员会的成员 很多故事 因为他们涉嫌欺诈 涉嫌作伪证 所以这就是川普今天的两大行动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